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个拳那个脚的难不成都是中刊不重要的花架子吗 但是我坚定地认为绝对不是 电影《功夫》很多人都看过了 里边真正身怀绝起的高手都隐居在民间 个个是身藏不漏 至于那些个整天在外抛头露面的所谓大师 到十有八九是靠嘴混饭吃的江苏片子 虽然这只是电影经过了艺术加工 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手在民间这句话 绝对不是白给不是白说的 你要是不相信呢 看完今天的节目 咱们再来好好的琢磨琢磨 天下武功出少林 少林武功又以七十二绝学最为著名 其中咱们看的比较多的 那恐怕得属这个铁头弓了 是我们通常所属的这个少林七十二绝技里面的 实际上比较了高级的这么一种功夫了 这个铁头呢 它可以断砖 铁头呢 断木棍 铁头断砖 断木棍 咱们在生活里边经常能够看到 但是下面这样的铁头弓 你恐怕就只能在电影里看过了 而就在前不久 有媒体报道说 这样的铁头弓在福建泉州重现江湖了 您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 于是呢 我们的记者专门跑了一趟泉州 在一条小巷的深处 找到了媒体报道的铁头弓传人林国安 说实话啊 看到老林貌不惊人的模样 还有他们家的环境 记者心里边直犯嘀咕 直坐牙花子 这个人会是身怀绝学的高手吗 要发挥这个人身的整体力了 就要印上来了 印到头部上来了 头部上来你的感觉就会感觉到 那个脑袋 还有会有一点膨胀感 膨胀感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头发好像是站起来一样的 那你印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感觉到 要喷印的东西 你就就是把这个镜印出来 啪就上去了 说的倒是挺内行 那老林您给我们展示两招吧 老林说那没问题啊 看来这个老林的确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假把士啊 不过用脑袋碎砖 很多人都能做到啊 尤其在部队里边啊 那还谈不上什么绝学 果然老林说了啊 这只是热热身 接下来他就要 他还得要热热身 直径超过四厘米的硬木棍 一砸到老林的身上 那是硬生而断 而老林的脑袋呢 不肿不破 半点痕迹都没留下 又这就不是一般的练架子能够做到的了 听这话背后的意思 老林真正的本事还没使出来呢 一点不错 根据少林典籍记载 铁头功练到最高境界 能够投奸于时 处十利岁 处铁板 亦能身陷 法无敌 而老林的铁头功呢 据说已经练到了典籍里边说的 处十利岁的 这样一个境界 岁的还是石头里边最硬的花岗岩 这天 记者从当地石雕厂买了几根长宽 都是十公分的花岗岩石柱 老板说了 这些个石柱啊 是这地最坚硬的印度花岗岩 机器加工起来都特别的费劲 所以一般用在建筑最需要受力的部分 总之靠人力你肯定是弄不断的 那么他们碰上老林的铁头会怎么样呢 哇 老林的头盗之处 被老板说的是坚不可摧的花缸炎柱 全部都应声而断 而老林的脑袋照样还是不留半点痕迹 头部钻石头 一般到我现在这个程度 一般就是说没什么感觉 就是要转大一点的还是粗一点的 就有一点震盪 有一点震动感 基本上是不会有伤的 看到这儿记者是彻底服了 老林的铁头弓货身价实 跟火云邪神相比都差不到哪去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跟着就来了 经过训练 人体可以提高抗击打的能力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可是再怎么练 你这个脑袋也是 一层皮包着一块骨头 怎么可能硬过花缸炎呢 难道说老林的脑袋和我们不一样吗 为了寻找答案 记者带着林国安来到了当地最大的医院 在CT扫描室里边 医生对他的头部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检查和分析 这一块骨头部进行 练功者的整个颅骨的厚度比正常来得厚 那么最高的厚度达到1.6到1.7厘米 而正常人只有0.5厘米左右 颅骨的内板外板都明显的增厚 特别是颅骨的外板 密度明显的增高 提示这一段颅骨特别硬 那么这样子就使得在撞击的这个过程中 一个是顶住了硬屋的本身的压力的碰撞 第二可以及时地把这个力量传送到其他部位 减少对脑失智或者叫做脑组织的损害 感情 老林的脑子还真跟咱们的不一样 那么这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吗 不是 据老林说 他十岁开始习武 最开始练的是软鞭 因为动作做不到位 鞭子老是会打在自己脑袋上 整的是左一个包 右一个印子什么的 天天疼得不行 看到这种情况 师父就对他说 小子 那你就顺带着把铁头弓练练吧 别把自己打傻了 得 从这天开始 老林就练起了铁头弓 一开始 他是每天拿脑袋撞纱带 动作比较轻 等慢慢适应了 再换成撞木板 撞石头 最后是换成了铁座的哑铃 使得劲也是越来越大 四十多年来 一天都没有间断过 医生分析 十岁的灵官 骨骼发育还没有完成 每天的训练呢 就刺激了骨细胞的分泌 天长日久的 他的颅骨就比常人的厚实 自然也就能够承受 常人承受不了的冲击力了 这么厉害的铁头弓啊 居然有人向他发起挑战了 你的头能够顶断花钢炎 却奈何不了我的肚子 不信的话 咱们来过过招 铁头弓势不可挡 铁肚弓令人称奇 铁头对铁肚 又会是怎样的结局 江西卫视经典分析 正在为您解厉 在上一节里 咱们见识了林国安铁头弓的厉害 行家说了 铁头弓练到老林这样的境界 在实战当中 那是相当有威力的 铁头弓在古代里边的话 在伯纪里边 流派伯纪里边 这种是出其不意的 估计对方的一个秘密武器 所以经常 我们武术怎么讲呢 手是两扇门啊 纯兵脚打人啊 讲来讲去都在纯脚的功夫上 就讲的 所以铁头弓 他往往在这个之中 对方没想到的 突然打击打的 比如说突然这么一打的 对方黄不胜黄 就被他打倒了 可是对老林的铁头弓 有人却不以为然 说再硬再有力气的铁头弓 到了我这儿 也不管用啊 呀哈 谁的口气这么大呀 咱们去见识见识 这不就是江湖卖艺人 最常玩的那个表演项目 胸口碎大石吗 记得以前咱们的节目里说过 这玩意儿看着神奇啊 其实表演者借助的是 最基本的力学原理 锤子接触石板的面积小 作用于石板的压强啊 大 而石板接触胸口的面积大 同样的力量产生的压强就小了 所以只要掌握了技巧 普通人也可以做到 但是 但是啊 咱们现在看到的 那可不是胸口碎大石 您注意这石头摆放的位置 它不是在胸口 而是往下了一点 在腹部 也就是肚子上 咱们暂且就叫它肚子碎大石吧 虽然都是碎大石 但是就因为这么一点点的位置差别 这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胸口碎大石 之所以成为江湖卖艺最常见的表演项目 除了前面说的力学原理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人的胸腔啊 是被一排肋骨胸肋围起来的 有肋骨的保护 胸腔受点冲击 里边内脏不会受到多大的伤害 而腹部可不一样了 肚子这儿软大 没有肋骨保护 遇到稍微大一点的冲击力 里边内脏器官 很容易受到伤害的 说句不该说的话 您要是打过架应该有体会 胸口挨几下 扛一扛 有胸大鸡 有胸泪 可是肚子上要被来了一拳狠的 立马就趴下了 所以说一听有人要表演 这个肚子碎大石 旁边的观众纷纷表示不相信 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它已经五十多次了 两块石都那么铺 以前电戏有看到 现在不可能个事 它有练过 如果换成我 我们还有练过 那一百多斤压在肚子上都压扁了 这里有多少斤 这两百六十斤 两百六十斤 待会就把这个放到它肚子上 是 然后用那个大锤跟它打断 苏架石头加上去你有什么感觉吗 有瘦得了吗 瘦得了 瘦得了 瘦得了会非常重啊 对 不会 待会这样打也没问题 没问题 等一下 撕一下 一 二 三 手起锤落 两块花钢岩 硬生二断 再看石头下边躺的那位老兄 翻身做起是气定神仙 办点事没有 打下去的时候稍微震动一下 其他都没什么感觉 哎 这位表演者就是要挑战林国安的铁头弓的那位老兄 他叫做刘敏海 也是福建全州的一名啊 这个民间的武术爱好者 那么老刘的专长呢 是铁渡弓 这铁渡弓呢 跟铁头弓一样 也名列少林七十二绝学之中 只不过呢 在少林典籍当中 他不叫铁渡弓 而叫铁牛弓 是一种以防御剑长的硬功夫 顾名思义啊 练成了他 这个肚子啊 就跟铁一样硬了 书里面是这么形容的 叫做 功成心窝至下腹 不畏拳脚击打 强者腹能碎居实 办了这个肚子啊 这个 这个是比较松朗的部位 那么你要的话 在搏击中 要经得起对话来击打 所以说要练这个部位 练得比较结实 能经得起对话来打击 一般就叫铁渡弓 我四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跟我父亲练功 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练那个铁渡弓 练到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腹部就可以吹死了 练到今年五十多年了 这个棍子啊 是没什么感觉 那个腹部承受最终 可以把五百多斤 刘敏海腹部能碎花钢炎 刚刚咱们已经见识过了 估计有观众要说了 它还不是跟胸口碎大石 一样的力学原理吗 看着挺吓人 但是因为石头和身体的接触面积大 一吹下去 实际产生的压强并不大 刘敏海又练过 没什么神奇的 就知道您会这么想 好 咱们就找这个 接触面积小的东西来试试 您看这根棍子 它跟肚子的接触面积 总算小了吧 直径超过四厘米的硬木棍 打在水泥电线杆子上 什么事都没有 打在老刘肚子上 啪一下就断了 还有人可能会说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以柔克杆 行 咱们再换一个以柔对柔 这个小伙子 那也是学过几年功夫的 练家子 手上的劲道可不小 前头没特别练习啊 有 经常打插带 是硬纱做的 那插带 我想用这个前头去试一下 他的肚子 小伙子憋足了劲 对着老刘的肚子 那可就是一通暴风骤雨般的重拳 可是直到他把浑身的劲 都给使没了 手都打疼了 刘敏海依然是面带 微笑是纹丝不动 好了 这面积大的 面积小的 软的硬的 咱们都试了一遍 刘师傅的铁渡功 或者说叫铁牛功 确实跟武术典籍里说的一样 不为拳脚击打 强者负能碎巨石 算是练到家了 那么 他的肚子会不会也跟林国安的铁头一样 跟咱们普通人不太一样 记者带着老刘 又跑了一趟医院 医生对刘敏海的肚子进行了细致的外科检查 另外对他的腹部内脏器官也做了必超透视 而结果大大出乎记者的意料 医生说老刘的腹部的肌肉组织 还有里头的内脏 跟大家都一样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那这扑扑扑扑的肚子 怎么就能够承受拳头木棍 甚至是铁锤的全力击打呢 医生是这么看的 长期的受到这种强化训练 腹部的肌肉抗击打能力增强 从而对内脏器到保护的作用 第二呢 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 出于高度的兴奋 高度的紧张 高度的印记 在这种创案下 机体会产生一种技术 叫耳察分安 那么这种技术的增高 会间接地提高我们腹部的肌肉 这种应急的能力就增强了 对于医生的看法 老刘武术界的同行却不是很认同 他们认为老刘的铁肚弓 不在于他的肚子比别人的结实 而在于肚子里的那股气在起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铁肚弓是一门气功 他这个硬肚弓 就是他练的时候一定要有内气 如果你这个内气没有练好 你这个疲弱再硬也没有用 所以他这个就是内外结合的 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功法 至于老刘自己呢 也认可同行的看法 他说了铁肚弓光好天天打肚子 那也练不出来 从开始练这门功夫那天起 他每天都要通过长时间的站桩 来提升自己的内气 还要练习把自己全身的气血 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到腹部 我们量武之人首先是内练一口气 外练皮筋骨 我每天就是用那个棍子 捅自己的这个腹部 这个同时你站我们脚部 含胸八倍 这个起压关 气神丹田 从内练到外 让肚子骨部的那个承受力 提高得到最高的限度 对于武术 我是外行 对于气功 那更一无所知 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尽管查了一些资料 可是这个铁肚弓到底该怎么练 到现在我一头雾水 没法给您解释的更清楚了 您凑合着听听 反正只要知道 这个老刘的肚子很厉害 几百斤重的花钢岩都能开 还有这个林冠的铁头 也能够撞断花钢岩就行了 那么要是让老林的铁头 去撞老刘的铁肚 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想起这个自相矛盾 这个程序来了 那么今天各位算是有眼福了 在记者的协调之下 两位高手终于碰面了 而且同意来一次这样的较量 那么两位高人的对决 谁将会是赢家呢 铁头遭遇铁肚 谁是更强绝技 当年名动天下的神功意志禅 又能否点破铁头铁肚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在记者的协调之下 铁头工传人林国安 和铁肚工传人刘明海 终于碰面了 两位高手对决 谁会更生一筹呢 很遗憾 两个人的对决 并没有出现记者想象当中的 火星撞地球般的激烈场面 铁头撞在铁肚上 倒像是撞在棉花上一样 没有半点声响 再看被撞的老刘依然是气定神仙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才能看门道 看过这次对决的武林中人说 这个结果并不能说明 老刘就一定比老林更厉害 这两门功夫呢 本来就不适合放在一起 来比较 来一较高下 还是前面说的力学原理 接触面积太大 再强的力量也出不来啊 面积就大 对话呢 就越容易承受 所以说为什么 讲的话呢 您爱四权 不爱一轴 您爱三轴 不爱一子 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击打的 击打的这个 这个部位越小 击打的 对话呢 这个什么 受力就越大 大家还说 刘敏海的铁渡工 如果遇上少林的另外一样绝学 可能就不一定顶得住了 哪门绝学呢 说出来 我们这个年纪的 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观众 一定是满满的童年回忆 没错 一指禅 一讲一指禅 很多观众可能 联想到当时的海登华师 海登华师呢 就是当时就是一指禅 这个文明已存过的 这个沉重的沙袋 在两位弟子 重锤止击之下 都安然无恙 但是在法师的一指禅下 就变得落沙满地 这种神功真是惊人 四十年前 海登法师 以一指禅功 明镇天下 四十年后的今天 法师已达八十余高龄 还能不能再练这种绝技了呢 今天绝技 在现人间 当今世界 能练少林 一指禅功的 只有海登法师一人 换之我到今天都还记得 当年看了电视剧 海登法师之后 跟小伙伴们 天天琢磨着 怎么练指禅 幻想着有一天 能够一个指头 就把身体撑起来 还能够以指为剑 轻轻一点 你给我躺下 让敌人躺下 当然了 最后谁都没练成 而且后来我们还听说 就连海登法师本人的一指禅 那也有造假的嫌疑啊 实际上后来呢 有关画面对海登法师的一指禅 经营了质疑 认为海登法师 这个照片 当然是有假的 一指禅的功夫 海登法师达不到的 所以说 后来呢 人们对一指禅呢 就倍加关注 海登法师的一指禅 是真是假 那不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他反过来也证明了 作为少林七十二绝学之一的一指禅 不是怎么好练的 要不然也没有必要去造假嘛 是不是 可是记者这回却听说 在泉州 也是泉州啊 有一位年轻的和尚 已经练成一指禅 这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少林了 他和孙山少林寺一样 也有着悠久的武学传统 这位年轻的和尚 就是南少林的武僧叫世里亮 据说就是他 已经练成了传说当中的一指禅 这个架势跟当年的海登法师 还真差不多啊 而且记者跟那么多游客 就在旁边看着 肯定是没法造假的 那么武功典籍里说的一指禅 能够以指为剑吗 只靠着右手的一根食指 世里亮愣是把一个厚厚的桃碗给打成了碎片 这份指令 说是以指为剑 不为光 现在练的功力差不多达到 差不多差不多一个值得插到一公分 接近一公分左右的碎片 在这些年来 一指禅最开始要需要一些倒立的基础 根基 这些基础打好了 再练一些擦玻璃 瓦片 再一层一层的往上点 为了练成一指禅 十几年来 世里亮那是每天都是这么过的 早上起来 腿绑纱带 跑步15公里 然后用手掌倒立行走半个小时 接下来双手手指插500次钢砂 再然后用一根手指做俯卧撑 做到实在做不动位置 把所有的项目都练完 他还用一种特质的药水来泡手 据说 这种药水不但能够输精活络 还能够迅速恢复训练手指所受的损伤 这个是秘传 听完这些之后怎么样 一指禅 普通人能练吗 没戏 别多想了 好了 还是说回咱们开始的话题 如果说用势力量的一指禅 去对付刘敏海的铁渡工 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废 对付刘敏海的铁渡工 虽然还是没有能够破铁渡工 但是看得出来刘敏海这次明显没有上次那么轻松 好了今天三位高手之间的对决 到这就结束了 但是还有一点必须必须得强调一下 咱们并不能说是刘敏海师傅的铁渡工就取得了胜利 他最厉害 因为铁头工铁渡工还有一指禅 三门少林觉学士各有所长 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它们都属于中华武术和文化当中的瑰宝 值得咱们去了解和发扬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和抖音号 扫描屏幕下文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现场现场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